慕容前起身 如今王爷不在 外面又有些不太平 所以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你们还是不要出去了 李延熙冷冷地看着慕容前说道 我要继续为王爷办事 姐姐也知道 我是王爷如今身边的谋士 我要去办的都是王爷吩咐的 并且想要看见结果的大事 如今侧妃姐姐 如果还不放我出去的话 那么王爷的事情办不好 王爷回来会怪谁 慕容前没有想到 李延熙会如此地拿话呛他 他深思熟虑之后 才让兰玲跟着李延熙去 兰玲拿着慕容前给的令牌 放了李延熙出去 马车来到第一酒楼 李延熙进了第一酒楼 直接开到二楼的包间 李延熙看着朽公公问道 想必今日朽公公来找延熙 应该是已经做好打算了吧 朽公公点了点头 李延熙看着朽公公的样子 说道 朽公公 你为什么想要帮我们呢 你可是太后身边的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帮我们呢 朽公公看着李延熙如此怀疑 就说道 难道朽家今日前来 还不能表示朽家的心意吗 李延熙叹了口气 公公为什么要这样 尽心尽力地帮我们 可以告知我原因吗 朽公公放下茶杯说道 这天下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朽家只不过帮着他 还一下他欠他的而已 李延熙不解地问道 欠谁的 朽公公笑而不语 朽公公离开之后 李延熙终于意识到 是欠谁的了 应该是太后欠礼宣业的 可是为何太后欠礼宣业的 要朽公公来帮偿还 李延熙小做了一会 就去了红颜阁 赵妈妈亲自出来迎接 巧的是 元臣也在这里 李延熙吩咐了赵妈妈一些事情之后 就听着元臣弹琴 李延熙许久没有听到元臣的琴声了 就问道 我听赵妈妈说你回山谷了 怎么今日又会在此 元臣听到李延熙这样说 弹错了一个音 李延熙皱了皱眉头 睁开眼睛才听见元臣说道 原本是回了山谷 在哪里小住了几日 之后就回了耀城 在李府中觉得十分的烦闷 就过来谈两首情 李延熙点了点头 赵妈妈说没有了我们两个之后 红颜阁少了很多的人 今日我见到了朽公公 他说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元臣只是不轻不淡地应了一声 听闻最近皇上让宣王爷去监督边城一案 你不觉得十分可疑吗 边城一案是关于宁侯爷手下的第一弟子 他们明明知道清风 落在宣王爷的手上就会毫无回旋余地 可是为何他们还是派宣王爷去呢 李延熙反驳说道 这次不只是他去 应该还有宁侯府的 让丽宣爷前去 可能只是为了堵住泱泱之口 毕竟清风是宁侯爷的徒弟 如今的形势 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让宣王爷去应该只是 为了证实没有半点训私的意思 不过 我觉得他应该会先下手为快 让人杀了清风 毕竟清风如今是命案的侵犯 而宣王爷又是负责这个案子的 倘若这个时候人犯被杀了 那么他们应该会治他 一个保护人犯不利的罪名 元臣点了点头 那我们要通知宣王爷 让他回来吗 李延熙摇了摇头 不用 皇上开始防着我们 开始对我们有行动了 那么我们就安定一段时间吧 他应该早就想到了吧 所以他才会去 丽宣爷在十日之后 抵达耀城 李延熙一早就来到了城门等候 而李延熙摇晨午才回到药城 骑着马的李延熙 看到穿着披风的李延熙的时候 愣了愣 停下马 李延熙看着李延熙笑了笑 李延熙翻身下马 问道 今日你怎么会在此 李延熙帮着李延熙 擦了擦额头上面的汗 我是王爷的九夫人 我李当来迎接王爷 王爷却问我 为何来此 李延熙伸出手握住李延熙的手 带着他就这样明目张胆的 在药城中走着 李延熙看向李延熙问道 这段时间本王不在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李延熙看向李延熙 笑了笑说道 你不是知道吗 我帮你在宫中找了两个眼线 说服了三个人 就这一点 我犯多少错你 都要纵容我 李延熙点了点头 李延熙绕开话题说道 如今你回药城是受罚的吗 李延熙从衣袖中拿出一张信纸 递给李延熙说道 在清风死之前得到的 清风指控宁侯爷的罪名 庄庄像像都写得清清楚楚 李延熙小心翼翼地接过信纸 轻笑一声 想必是这位侯爷太过心急了 叫了自己的人去追杀清风了吧 清风本来可以死守命的 可是他为了活命 就只能求你 可是他如今为何死了 李延熙看着李延熙 他罪孽深重 既然是他师父要杀了他 本王为何阻止 他本就该死 况且倒是宁侯爷找到他 这一份罪证他总会可以翻案的 李延熙转念想想也是 李延熙和李延熙就这样漫步地走着 倘若没有容汉的那件事情 没有哪次的醉酒土真言的话 那么如今他们两个 想必心会更近一些吧 李延熙把李延熙送到李府之后 才进宫回命 李延熙没有过多的斥责李延熙 只是罚了他一个半事不利 幽禁宣王爷半个月而已 李延熙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回了宣王府 在进宣王府的时候 直接被侍卫带到了政厅 李延熙看着慕容前问道 侧妃姐姐让侍卫押延熙前来 是想对延熙说什么吗 慕容前看着李延熙说道 妹妹 你在王爷外出的时候 私自不回王府 你到底有没有把宣王府的规矩放在眼中 到底有没有把王爷放在眼中 把我这个侧妃放在眼中 李延熙轻笑一声 延熙并不懂宣王府的规矩 侧妃姐姐好像也没有 和延熙说过宣王府的规矩 既然延熙做错了 为何侧妃姐姐 没有叫人过来叫延熙回去呢 延熙是不是可以说 这是你身为一个侧妃的失职呢 最近侧妃姐姐身体不好 延熙知道 回礼府也只是因为出入方便一些 可是延熙不解的是 为何侧妃姐姐明明知道延熙犯错 却没有让延熙改正 而却在今日质问延熙呢 李延熙看着丽轩叶 只是漫不经心的样子 不过眼中却是一片细血的神情 他并不打算出手 他想看的是李延熙如何应对 李延熙并不留一点点情面 这几日延熙都在为红颜阁 和王爷的事情忙前忙后的 如今却有了这个罪名 延熙心中十分的不甘 延熙知道六姐姐 如今和侧妃姐姐一起管理王府 可是延熙进门的时候 侧妃姐姐不应该派人 来教一下王府的规矩吗 李延熙这句话 等于打了冷师宁的脸 和挑拨了冷师宁和慕容前的关系 冷师宁抬头看了一眼慕容前 说道 是我疏忽了 厉轩叶青咳了一声说道 既然疏忽了 让延熙受委屈了 那么就收回一同管理王府的职权吧 冷师宁并不在乎职权这样的东西 只是觉得有些心寒 毕竟慕容前自己设了这个计 不只是针对李延熙 而是也是冲着他来的 李延熙当然不会让慕容前如此好过 就说道 六姐姐应该是身体不适才会如此疏忽 不过如今侧妃的身子还没有大好 不适合太过劳累 还是找一个人帮帮测飞吧 王爷你觉得呢 苏姐姐为人洒脱 应该不会管理这些小事 如果让苏姐姐来做的话 那就太过为难苏姐姐了 那就只有四姐姐了 想必四姐姐 很会打理府中的事物吧 安熙宇看着慕容前面色不太好 刚刚要婉拒 丽轩叶起身 整理整理衣裳说道 那熙宇就为钱儿分分忧吧 说着就带着李延熙离开了 原本慕容前还为 收回了管理王府之权而开心 如今走了一个冷失宁 又来了一个安熙宇 安熙宇看着慕容前说道 侧妃姐姐 我并不是很想和你一同管理王府 不过 你刚刚也看到了 他话说的都成那样了 我能如何拒绝 再说了 王爷如今又如此的宠爱他 故他说的话 一般王爷都会听进去的 慕容前知道 安熙宇在打什么心思 慕容前不耐烦地说 你想如何就直说了吧 安熙宇看着慕容前 如此不耐烦的样子 就说道 不想如何 只是想和姐姐一同管教管教 那个不懂理术的小丫头而已 慕容前看着 安熙宇笑了笑 我不要管教 我要你用尽方法 我要除掉他 安熙宇起身向着李妍 悉行了行李 我必当帮助 侧妃姐姐除掉那个贱人 还王府一个安宁 前些日子亲力过来求我 说要做我院中的丫鬟 我自然不会想收他 可是 他却和我说了一件趣事 姐姐 你猜是什么 慕容前想到前一段时间的事 再加上刚刚安熙宇说得如此明显 就大概猜到了一些 你快说 他告诉我说 以前的宝烟并没有死 如今的李妍夕就是宝烟 安熙宇面色凝重 再想想那日他的举动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信 倘若真的是这样 那么李妍夕针对我 就是情理之中的 他不只会针对我 当初做的那些事情 恐怕他已经查清楚了 你觉得他会放过谁 慕容前虽然面色还好 不过心中却还是有些不安 毕竟如今李妍夕的手段如此 倘若真的像清理所说的话 哪里不得不防了 慕容前点了点头 起身说道 今日王爷 既然让你跟着我处理府中事宜 那么明日开始你就来我院中吗 安熙宇起身对着慕容前行礼 安熙宇笑着看着慕容前离开 心中冷笑道 纵使你红颜阁在墙大 终究只是一个轻楼而已 哪里敌得上太师府 过了几日 李妍夕踏着第一场大雪回了王府 回到院中的时候 看见丽轩叶身边跟着南城 正站在一株红霉之下 李妍夕看到凭空多出来的几株红霉 心中感觉到十分的奇怪 本来院子中只有几株是桃花树的呀 就问道 这个红霉从而来 丽轩叶听闻李妍夕的声音 回头一看 是我猜人在园中移植过来 听说你喜欢红霉 李妍夕看着红霉 的确是新栽进去的 就说道 新栽的红霉应该过几日才会开花 怎么这个时候 就开了如此美丽艳丽的花 是费了一些心思 不过知道你怕冷 又知道 你喜欢看这样的雪中红霉 就不小心地移植过来了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梅花开的证据 我还打算用一句话 请你回来呢 李妍夕看着南城 向自己行礼 摆了摆手 说道 什么话 李妍夕偏着头看着李妍夕 缓缓说道 墨上花开 可缓缓归哀 李妍夕看过许多的书 在现代的时候 也看过这句话 意思就是 外面住久了可以回来了 李妍夕脸红了红 瞪了李妍夕一眼 就回了房间 李妍夕在后面张狂地笑 李 妍夕和李妍夕思闹了一回 就十分正地说道 我听郡主说 过几日几个国家的使臣 会来给皇上祝寿 这不失为一个好的机会 当年四方战乱 无人不知手握二十万将士的吕侯爷 如今别国都知道他不管正事了 这正是那些野心之人 攻打北明国的理由之一 若他们表露想要攻打北明国的心思 皇上必会给吕侯爷一些实权 那时吕侯也被参加围猎的人熟知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 李宣夕看着李妍夕说道 你知晓皇上输给我的不是头脑 而是我身旁有 你在我身旁 比过千千万万的谋士 丽宣夕面色有些不好 秦宇长的胞弟情怀 你要好好保护好他 既然他是你的护卫的胞弟 你既然没有选择杀之而后快 你就要好好保护好他 你护卫为人所用 就会危及你的安危 李妍夕想起之前绝儿说的话 今天又听到丽宣夕 这个对于弱点的处理方法 就说道 当初也是如此对吗 对于八夫人宝燕也是如此对吗 他是你的弱点 倘若一旦被别人发现 就会危及到你 李妍夕看着丽宣夕说道 故让他们处理 丽宣夕看着李妍夕如此的激动 就说道 怎么会 倘若知道 我又怎么会让他们 如此处死他 李妍夕眼中含着泪光 一切事情皆有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面 什么事情都有 不管是荒唐的 还是不能理解的 你出去 我如今不想见到你 丽宣夕想上前握住李妍夕的手 可是看着李妍夕 有砸了桌上的茶杯 看着跪了一地的丫鬟 丽宣夕心中也有些气 就拂袖离开了 清烟缓缓走进来 扶住李妍夕说道 小姐和王爷好好的 怎么就吵起来了 李妍夕摆了白手 突然感觉到侯奸一心田 咳出几口血 清烟大惊 李妍夕摆了白手 不要告诉他 悄悄地把元臣请进来 不要让府中人知道 菊儿刚刚进来 就看到这样的场面 虽然心中十分疑虑 不过 还是连忙出去告诉秦宇长 让秦宇长去通知元臣 菊儿听闻苏若来了 出来迎接 如今小姐在房中 想一些关于围猎的事情 吩咐了谁来 也不能打扰 请三夫人莫怪 等一会 小姐想通了 我自然会禀报小姐的 安息宇不依不饶地说道 即使是在帮着王爷 准备围猎的事情 也没有把三夫人 挡在外面的道理 三夫人特意来看你们夫人 难道你们夫人 就不能放下 手中要做的东西 出来迎接一下三夫人 或者里面 在做什么苟且之事 不能给我们见到 菊儿皱了重 此事事关重要 小姐已经吩咐了不见客 请两位回去 等小姐把手中的事情办好了 自然会给两位一个解释 安息宇看着菊儿有些慌张 断定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既然她已经和李延熙翻脸了 我觉得 你们院中有问题 我要进去查查 菊儿横着剑说道 不管是王府还是李府 还是红颜阁 小姐不想见的人 是绝对不会走到小姐的跟前 请两位夫人回去 别怪我们不客气 安息宇看着菊儿这个样子 心中冷笑一声 苏若本来就不是想要硬闯的 看到如此就说道 妹妹想来应该是帮着王爷谋话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了 我们回去吧 清烟看着安息宇的背影 皱了皱眉头对着菊儿说道 刚刚你不应该说那句话 显得我们有些无法无天了 倘若四夫人把刚刚那句话 和王爷一说的话 那么王爷怕是对小姐有误解了 菊儿也明白 刚刚说的话有些过激了 倘若王爷真的喜欢小姐的话 会明白的 清烟担心地看了看李屋 我们去守着小姐吧 元臣帮着李延熄整了脉 说了不碍事 开了一个药方 就匆匆地离开了 元臣手中握着剑 看着秦宇长 冷冷地说 让开 秦宇长还是依旧挡在元臣跟前 元臣公子 如今你连姑娘的话也不听了吗 姑娘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 不然姑娘日后在王府的处境 就会更艰难 元臣冷笑一声 艰难算什么 大不了离开那个 总会伤他心腹他的人 天涯海角 何处没有他的归属 秦宇长看着元臣执意如此 还是劝道 元臣公子 你知道小姐放不下 就如同你放不下小姐一般 你又是何必呢 元臣有些心软 不过想起刚刚见到的李延熄 心就又硬起来 你也不是如此吗 我们都有我们的执念 倘若你可以放下 今日就不会挡着我了 秦宇长不再去看元臣 只是看到越来越近的灯火 我可以帮你拦住他身边的人 你想要做什么 就去坐吧 即使小姐醒了 我也甘愿被责罚 元臣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秦宇长的执着 只是说了一声多谢 灯光越来越近 是跟着安熙宇来这里的丽轩夜 安熙宇看见元臣冷笑一声说道 妹妹院中的人说 妹妹在想 关于围猎的事情 拼死不让我们进去 我就觉得事情有蹊跷 却没有想到 没有侍卫通报的元臣公子 此时 却在王府中 妹妹的院外 这个要做何解释呢 元臣并没有听尽安熙宇的一句话 只是手中的剑出鞘 直接向着丽轩夜 他如此好 我们如此把他捧在手心上面 你凭什么如此对待他 他不顾全部人的劝阻帮你谋划 如今呢 你又气他在此大雪纷飞中病了 就凭这几个人的几句胡言乱语 无中生有 你就要定他的罪了吗 丽轩夜也有些脑 看着元臣说道 今日之事 我会妥善处理的 不会让他受半分的委屈 元臣看着丽轩夜 这般紧张的神情 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 若他日你负了他 我定不会饶过你 秦宇长深深地看了丽轩夜一眼 扶着受伤的元臣离开 丽轩夜在元臣和秦宇长离开之后 并没有拦住他们 安熙于眼中有着眼泪说道 王爷 我真的不懂妹妹病了 我以为他们这样拼死拦着 是有什么猫腻 况且那时候八夫人的事情 又如此这般的历历在目 丽轩夜打断安熙于的话 面无表情地说 当初的事情 你们以为本王不知道吗 你回去闭门思过三个月 倘若还不知道悔改 安熙于看着丽轩夜的 语气 并不像说笑的 安熙于向着丽轩夜行李说道 是 丽轩夜急急地向着李延熙院子去 安熙于说道 如今我被禁足了 就算我禁足 我也要让他们不得安生 丽轩夜看着李延熙的睡颜 帮着李延熙整了脉 就这样也不说话 握住李延熙的手 做了一整夜 第二日李延熙 请来的时候 就看见丽轩夜坐 在身旁 神情有些疲惫 李延熙问道 你昨夜守了一夜 丽轩夜并不说话 只是在给李延熙整了脉 李延熙看着丽轩夜如此用心 几个月中 一直在为宝烟的事情吵架 可是 他生病他亲自守着 一步都不离开他的身边 丽轩夜看着李延熙 乖巧地把粥喝完 拿过丫鬟递上来的药碗 帮着吹凉了一些 喝了吧 李延熙看着漆黑的药 还散发着一种苦味 就摇了摇头 我不要 好苦 丽轩夜拉过他的手 凉药苦口 一口咽下去 就不苦了 乖 可能是被他的话蛊惑 可能是被他的温柔感化 李延熙拿过那碗药 一口喝下去 虽然口中苦 不过心中还是有些甜 丽轩夜给了李延熙一颗蜜饯 看着李延熙 面色苍白的样子说道 你还是不要去围猎了 围猎好多物件 都会伤人 有些是无意的 有些是有意的 即使雨昌 在你身边 我也不放心 李延熙拍了拍丽轩夜的手 说道 没事的 雨昌 在我身边 你还不放心 况且此时我是你的九夫人 谁又有这样大的胆子 对我动手呢 不要疏忽才是 丽轩夜看着李延熙 不要总把自己 置于危险境界 让我总是担心 丽轩夜握住李延熙的手 说道 天下再大 动摇我的心的 不过是一两个人 你如今 也可动摇我的心 可否请你陪着我 君临天下 陪着我 一同白头偕老 李延熙笑着点头 如今我 已经是你的九夫人 我还能去哪里 李延熙想到 和元臣的约定 围猎的日子到了 李延熙终究 还是说不过丽轩夜 被丽轩夜大早的 就送去李府 看着丽轩夜离开 绝而缓缓走进来 向着李延熙 行礼之后问道 侧妃前来 就是想要见小姐一面 小姐事件 还是不见 要是不见的话 我就去回绝她 李延熙起身 把还没有绣完的帕子 递给青烟说道 收起来吧 我在正厅见她 李延熙来到正厅的时候 慕容前已经在正厅喝茶了 李延熙对着 坐在主座的慕容前 行了李说道 姐姐今日 怎么有空前来 慕容前看着李延熙 一身素装 容貌还是如往昔一样 倾国倾城 虽然是那王爷 把你送回这里来的 不过 你始终是宣王府的九夫人 一直住在自己的府邸 外面的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你还是跟着我回王府中去吧 李延熙说道 王爷为何会送我到这里来 当年姐姐是如何对待八夫人的 我可是十分的清楚呢 难道姐姐还要继续装傻 装无辜吗 八夫人的事情 怎么会和我有关系 你有何证据 慕容前喝了杯茶 面上还是十分平静的样子 李延熙拿出那张安息雨的罪证 这是之前 你们的事情 谁的字迹你 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听说 四夫人和你说过我就是宝燕 你如此聪明的一个人 莫要因为几句话而被人左右了 李延熙看着慕容前 还是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倘若王爷还没有懂得 他把所有的错往侧妃身上一推 到时候侧妃可就是帮他除了我 却也失去了他的心 把本该是侧妃的王妃之位 拱手让他人了 慕容前起身整理 整理一群 宣王府有宣王府的规矩 不是一个任由你胡来的地方 如今我劝你一句 也是为了谢谢你今日说的这些话 莫要惹太多人 有些事情不是你应该管的 李延熙行礼 多谢姐姐 我在此也劝姐姐一句 不要轻看站在你对面的对手 不然你落在他手中 会死不瞑目的 而也不要轻易地信他人说的话 慕容前别走深意的 看了李延熙一眼 说道 各自珍重吧 一家客栈 黑衣男子跪下 对着那个男子说道 主子 清烟传信来说 如今宣王爷去围炼 是为了让皇上 让吕侯爷重掌兵权 我们如今应该怎么办 男子摇了摇头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你告诉清烟 什么事情都没有必要 要回来回禀我 来年的这个时候 士兵的血 就会染红漫天飞舞的雪花 一定很是好看 猎场上面 立宣夜只是静静 看着这一场戏 再按照他的策划 再继续演着 如今结果 已经明了了 这大雪纷飞 下面受炼 还不如回去 陪着美人赏雪赏霉 来得有趣 立宣夜提前退了席 骑着马来到山顶 忽然 不知道 从哪里窜出来一对黑衣人 手中皆是短刀 而立宣夜身边 只有南城一人 那一对人有十人 黑衣人警惕地看着 立宣夜和南城 毕竟立宣夜的武功 他们没有试过 不知道高低 南城先动 手起刀落 解决了三个 其他六个人 连忙缠住南城 而唯一的一个女黑衣人 手中的短刀 直直地向着立宣夜刺去 立宣夜一招 就夺下了那女子的刀 刚要一刀封喉之时 那个女子扯下了面纱 美丽的面孔 那么熟悉 立宣夜一个恍惚之间 就女子手中的匕首 给划伤了 立宣夜不顾腰上面的伤 直接抬手撕了女子脸 上帝人皮面具 南城 杀了他 南城早就已经解决了六个人 听到立宣夜下令之后 从背后一刀 解决了那个黑衣女子 立宣夜捂住伤口 看着手上照着李延熙样子 做出来的人皮面具 南城扶住立宣夜说道 王爷 立宣夜捂住伤口 能感觉到伤口上面的痛楚 回去吧 不碍事 立宣夜挣扎着起身 对着立丰颜说道 皇兄既然要回耀城 耀城离这里 也不过就是一个时辰路程 请皇兄准许臣弟今夜就回耀城 立宣炎眯起眼睛 不必如此着急 连夜赶路 实在辛苦 不如明日再回去可好 立宣夜还是固执地说道 还请皇兄准许 立宣炎看着立宣夜 如此坚定不移 就说道 既然如此 朕怕那些刺客再次下手 让士兵护送你回去吧 谢皇上 立宣夜帮着准备马车等物 等一切物品准备齐全之后 立宣夜上了马车 一众人缓缓地回耀城 立宣夜并没有回王府 而是去了李府 立宣夜来到每晚 每晚的雪已经被染红 七七八八横着黑衣人的尸首 还有李府的几个小丝 立宣夜皱了皱眉 审视着四周留下来的痕迹 忽然看见一个慌忙跑过的人 立宣夜看了一旁的南城一眼 南城会议 向着院外走去 没有过多久 就提着那个人回来了 那个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立宣夜认得他 他是李府的管家 你们小姐呢 管家哪里敢惹立宣夜 连忙说道 宇常姑娘在刚刚保护小姐之时受了伤 如今原城宫 子正在帮宇常姑娘疗伤 而小姐也在那边 立宣夜听闻李延熙无事 就放心下来了 也不急地过去看李延熙 今日是怎么回事 刺客是从何而来 听闻李府中有很多机关高手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管家回忆着今日之事 专门针对小姐而去 招招都是杀招 不过好在宇常姑娘武功高强 加上又有原城公子的毒药 和吉儿姑娘一同保护 逃了几个 其他的都被杀了 李延熙听闻立宣夜来了 就连忙过来 看见立宣夜穿着一身的士兵衣服 就以为立宣夜是逃出来的 李延熙缓缓走进立宣夜 青烟和南城也识趣地出了房门 守着房门 李延熙看着众人都出去了 就说道 你如今不是应该在猎场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何穿着这身衣服 你难道是偷偷出来的 不要命了 李延熙拉着李延熙坐下 却不小心扯中了伤口 痛得皱了皱眉 李延熙这才闻到 李延熙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 李延熙打量着李延熙 终于在腰间看到渗出来的丝丝红血 李延熙紧张地问 怎么受的伤 李延熙笑着说道 不碍事 就是一点点小伤而已 李延熙不依不饶的 直接脱了李延熙的外衣 打量着伤口 抬起头瞪了李延熙一眼说道 你给我闭嘴 李延熙也没有反抗 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延熙 小心翼翼地帮自己上药 小心翼翼地裹上纱布的样子 等李延熙处理好李延熙的伤口之后 帮着李延熙穿上外衣 面色有些红 李延熙帮着李延熙理了理垂落的发丝 听见李延熙清脆的声音闻道 你是不是也招到埋伏了 李延熙也想起那个 带着李延熙人皮面具的女杀手 是我走神了 并不是他们有多强大 李延熙担心地说道 你受伤了 何必要快马家鞭赶回来呢 我身边有元臣绝儿 还有你的暗卫何以常在 你何苦因为这样而伤了身子呢 我知晓他们能保护好你 不过我心就是不安 亲眼看见你是否安康 比那些冰冷的话语要好多了 李延熙叹了口气 说道 你可知是谁如此做 除了是他还能有谁 即使是高手 怎么会能让人毫不察觉的 就在猎场如此肆意妄为 李延熙平静地分析局势 况且除了他谁又能如此 我不带你去猎场 就是因为如此 不想你陷入危难之中 却算错了一步 本以为逼着他承认吕侯燕 他对付的人是我 可却没想到 他想对付的人竟然是你 李延熙听着心中一惊 你早就猜到皇上会动手 所以 你才把我留在药城当中 算得上高手的护卫 有一半都来保护我了 如今 你又受伤 是不是你一个护卫 也没有带 李延熙看着瞒不住李延熙 也知道以李延熙的聪明才智 很难能瞒住他多久 就坦白说道 是如此 李延熙握住李延熙的手 我既然决定要助你 早就已经把身价性命自知度外 即使葬身阴间 也是自己选择的路 我陪你一同走 一同受 李延熙握住李延熙的手 我这一生有你 生死足矣 局儿受了点皮外伤 不过秦宇长的伤比较重一点 元臣治完秦宇长 才帮着局儿包扎 处理好伤口的局儿 来到李延熙的每晚 看见南城和清烟都坐在院中 其他丫鬟则站在长廊之下 清烟看着局儿面色不好 心中想着这个丫头 如今 还是不要惹她为好 局儿心中有气 就往南城身上发 都是你遇上你 就是如此倒霉 你看看 我们死伤多少人 你就是一个丧门星 南城本来 不管局儿说什么难听的话 都会忍着 可是今日局儿说的话 戳痛了南城的痛处 南城的手中的剑出鞘 直接逼着局儿去 局儿一手捞起 放在桌面上面的剑 说道 你竟然要对我动手 那么我就来领教领教 你这个第一护卫吧 南城收起剑 冷漠地看了局儿一眼 说道 请你管好自己的图 有些话不能乱说 有些罪名 不能乱扣在别人的身上 南城说完就一个 飞跃上了房顶 局儿就和南城杠起来了 看着南城的背影说道 我就是喜欢说你了 怎么了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局儿奇怪地看着屋顶上面的南城 他知晓 南城虽然平时冷冰冰的 可是不会轻易出手 也没有听说过 南城有个生气啊 一日 局儿犹豫了两下才说道 昨日 我和南城半嘴 我一时气不过 就说了一句南城 就是一个丧门星 结果 他差点把我杀了 李延西抬起手 在局儿的脑袋上面 敲了敲说道 你还 真的会往刀口上面撞 局儿本来想着 南城不会轻易对他动手 毕竟有李延西和立轩叶在 可是想到 昨日南城出见的时候 狠绝和杀气 小姐 你还是把当中的隐情告诉我吧 李延西看着局儿 面色有些变了 就说道 我也是偶然才得知这件事情的 南城本身在边城的一个小山村中 可是他出生的时候 母亲就因为南产死了 之前有人说南城是天煞孤星 一出生就克死了母亲 还让整个村遭到洪涝之灾 如今南城的父亲不在了 村民们都来骂南城是丧门星 最后把南城都赶出了那个村子 南城一路逃走才来到了耀城 不过 即使是多年过去了 南城依然讨厌丧门星的这个称呼 你以后莫要再说了 局儿应下 是 局儿没有想到南城这样的人 也会有如此悲惨的经历 局儿也理解了 为什么南城要对丽轩叶 如此的尽心尽力了 片刻后 李延西扶着丽轩叶来到桌边 边给丽轩叶倒茶边说道 是不是听说安家公子 和苏家亲卫的事情了 丽轩叶抬起手 刮了刮李延西的鼻子 说道 你惹的事情 你还在此幸灾乐祸 李延西倾笑两声 你可以尽你所有的力量 去救这个安家公子 和苏家亲卫 不过大理寺的人 什么脾气你也是知道 终究还是没有结果的 你要做的的 就是做好人 尽力保住他们的一条命就好了 而我做坏人 乘胜追击到底 毕竟这件事 是我惹出来的 总不能让王爷 你帮着我靠 你说是不是啊 王爷 丽轩叶笑了笑说道 你倒是看得明白 不过这件事情 要做得谨慎一些 倘若皇上插一手 可是不好的 李延西乖巧的行李说道 延西明白了 丽轩叶皱了皱眉 我说过了 倘若只有你我二人之时 这些虚理可不用 李延西笑了笑说道 如今你是王爷 我是你的谋士 你是君 我是臣 怎么能不讲理数 你说对不对啊 王爷 丽轩叶握住李延西的手 话虽然如此 可是你我之间 哪里有过君臣之分 如今我已经想要除掉 户部尚书文青 李延西从丽轩叶手中 收回手说道 他做户部尚书多年 哪里有不贪污的 丽轩叶完位的看着李延西 之后呢 你又想让谁顶上去 欧阳哲 李延西回想那个时候 白萧年派他来 和他谈红严格的时候 这个人劝他的那些话 如今他虽然两边都不靠 可是为人还算正直 丽轩叶眯起眼睛问道 你和他有身交 李延西不知道 丽轩叶如今有点生气了 大胆地说道 不算身交 不过 就是红严格 见过两面 说过几句话而已 丽轩叶听着放心了一些 说道 那你日后 不要和他有身交 李延西听着 丽轩叶这句话 有一点点的醋意 就问道 难道吃醋了不成 丽轩叶喝了一杯茶 说道 你还是不要见他为好 如今秦宇常受伤 还在离府养伤 我担心你的安危 你近日 还是在王府中 好好待着好了 一些事情 还是我去办吧 毕竟如今他们 对你已经起了杀心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对你动手 我还想出吊宁侯爷 李延西想了想 许久才说道说道 明年秋末冬初的时候 再动他吧 在年关将至的时候 让宫中的人设计 让太后在年初的时候 在要成中举行祭天仪式 那个时候来的百姓 应该很多 加上宁后爷 那个时候已经落雨 为了保住宁婉清 他会选择公布一切的 到时候 当着所有的百姓 由郡主亲自上殿 状告皇上 皇上这个为了得到皇位 而杀害朝中 忠良大臣 和长姐长公主的罪名 你就可以因为这件事 而起兵了 那你如今动文卿 只是因为他贪污 承阳除恶 丽轩叶看着李延熙胸有成竹的样子 问道 丽轩叶也知道李延熙的性子 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深意 李延熙摇了摇头 虽然他祸害百姓是真的 可是 我真正要除掉他的原因 是因为你 我不想你及时有了 帮着长公主 报仇这个说法 还是依旧被人辱骂 此次除掉文卿 我只是想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帮着百姓 除掉一个贪官 那个时候 百姓对你的印象肯定十分好 有何不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想皇上手底下的朝臣冷了心 这个皇帝不会不择手段地保住他们 而是会是他们于死地 那么想要活命的机会 他们就只能靠手里面的惊天秘密 来和王爷你换 那样 我们就不用逼问了 就等着他们自己开口就好了 丽轩叶赞扬地看李延熙 李延熙被丽轩叶看着 有些不好意思 避开他的目光 李延熙挑了挑眉 如今你的兵力不足以和皇上抗衡 如今时日也不多了 皇上那边也盯着紧 你根本没有办法暗中训练士兵 最快的就是向着其他国界兵 你可想好要选哪一国了吗 丽轩叶反问 夫人觉得呢 四大国家 我们北明国兵抢马胜 而东圣国的国土面比较大 不过兵力最是一般 兰赵国虽然繁华 不过那里皆是商人为多 所以只剩下最小的 也是多年不参与争斗的西城国 西城国虽然不参与争斗 不过 我和信阳过去送货物的时候 也曾经去西城国游玩过几日 他们的士兵 我也有幸能一见 可以如此说 倘若西城国参与争斗 那 那我们北明 就会多一个强劲的对手 西城国的士兵 并不亚于你手中的精兵 故只能选西城国 丽轩叶看着李延熙的样子说道 不过西城国是一定万去的 等过完年 天气和暖的时候 我带你出去游玩游玩 山水可好 李延熙点了点头 你是想要游玩山水 作为虎头 实际上是去见西城国皇室 丽轩叶逆宠地说道 真是聪明透彻 李延熙看着丽轩叶 如此就说道 你不必太过在意我 你对我的太过在意 反而会成为你的牵绊 丽轩叶笑了笑 不管局面如何 只要有你在 世界怎么样又如何 结局怎么样又如何 丽轩叶笑了笑说道 我的顾忌是从心 你让我如何可以不顾忌 李延熙笑了笑